6月24日晚 空中客车与中国苏州工业园区签署框架协议 选择苏州作为空客中国研发中心所在地 据悉 该研发中心将重点围绕青龙园基础设施开展研究工作 早在2020年9月 空客曾展示了三款可实现零排放飞行的跟电机 三款跟电机都命名为ZeroE 且都以氢为燃料 根据空客的计划 到2035年 他们将推出完全零排放的飞机 飞机将采用何种技术路线 是直接用氢做内燃机燃料 还是先将氢转化为电能 再由电能驱动飞机 空客中国首席运营官成龙说 公司目前制定了非常严密的技术路线 各种技术方向都在测试中 这个技术路线是一个共同的技术路线 也有了一些重要企业 因为我们需要很快的水平 充满 充满 和预防 这些船航空客在全球多地都签署了与氢能相关的项目 此次与苏州签署的是一份长达五至十年的合作协议 主要看中了长三条地区航空和氢能源相关供应链资源集中的这一优势 就拿我们这个电动车来打比方 电动车产品是一方面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套 那把这个电动车变为一个商业化的产品 这个是不现实的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研发中心除了在这个产品本身以外 更多的是关注这个轻动员对这个飞机的配套设施的一个支持 以确保空客这个氢能源Z2E这款产品能够在中国落地并且服务 据介绍空客在中国布局有北京的工程中心 聚焦于飞机结构件相关的工程任务 深圳的创新中心聚焦于数据互联5G 包括电子源器件的研发和生产 此次签约建立的苏州研发中心 除了进行与氢能源相关的项目外 还将推动已有创新项目的落地 谈及空客为何持续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空客中国首席执行官徐岗表示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产业链齐全且具有竞争力 中国还是全球重要的研发创新技术的发源地 同时也拥有全球最大的航空增长市场 中国现在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航空增长市场 是有强壮的需求 中产阶级的人口的上升 目前中国航空每年才0.5次的水平 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 都让所有的航空人对这个市场 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进行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